現在呢 根據這個報導裡面有提到 其實呢 歷經從2012年下市以來 他們就已經連續五年賺錢 那之前的這個大家知道執行長 黃沖 黃沖人特別提到 只要淨值回到十塊錢的話呢 他就要重新申請上市櫃 可是根據這個算出來的結果 2015年呢 他的淨值就已經來到十塊錢 可是呢 現在還不上市 其實已經影響到非常多小股東的一個情況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比較特別是因為 歷經他們組了一個製救會 因為有二十六萬個股東嘛 他們呢原本要提兩席的讀董 但是因為歷經的公司就審查說 你沒有付這個持股證明的正本 可是大家知道其實讀董 獨立董事基本上呢 是不需要任何持股的 第二個呢 歷經原本他有十三席的董事 那現在呢把他改成剩下七名董事 代表你現在要進入他的董事會 你這個門檻拉高 因為他席次變少 那這個是這個自救會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公司派怎麼說呢 公司派說目前呢 雖然黃崇文之前有提到說 淨值回到十塊錢的話 他們要重新申請上市櫃 可是立即現在表示 他們目前沒有上市的一個時間表 甚至他們現在因為有財務啊 產品跟策略的調整 所以也許未來公司名稱 可能都要做調整 甚至也許我們亂猜測 他也許不想在台灣掛牌 他想去大陸掛牌 也有可能喔 所以他只是強調 我們現在呢不是低潤產業 我們是晶圓代工 我們現在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請教一下幸福哥 這個26萬的小股東 很希望他們的股票可以重新上市 可是呢按照目前這公司派的說法 好像有點遙遙無期 怎麼觀察 好的我想在半導體這個區塊 這個今天下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司 就是台積電有召開法說會 那台積電呢 這個第一季大概賺了3.46元 其實表現算是還不錯 中規中矩 不過呢法說會上一個重點 就是有關於第二季的展望 這個大概會季減7-8% 所以我想其實明天開盤的時候 可能這個台積電的股價 會稍微受到這個消息的影響 因為主要 台積電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這麼好 主要是這個挖礦 就是比特幣啊 以太幣這些虛擬貨幣大漲 但是呢因為比特幣的價格 已經從18000跌破1萬 最低曾經跌到6000 我想這個挖礦的一個熱潮 是有稍微退去 最近被抽單啦 對沒錯 所以說有一些短線的這個集單 可能出現了一些消退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從這個台積電來看 其實你大概他每次開完法說會的一個狀況 我想這一次開完法說會 今天盤中是有拉啦 當天都是漲的 當天都是漲的 不過可能明天呢 股價短線上會受到影響 不過長線我認為 今年呢這個台積電要達標的機率 還是相當的大 應該要最少賺一個股本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重點是他的產品組合 還有未來能不能開發出一些 所謂新的 這個所謂產業面的一個藍海 那OK其實半導體這個區塊 除了這個台積電晶圓代工之外 我覺得我們要看國外 這個是個北美BB Ratio的一個指標 你可以發現 綠色的柱狀圖呢 它是代表金額 金額你可以發現 它已經過了這個 2008年前一波景氣的高點 來已經跟2000年前一波的 這個景氣高點是相當的接近 然後呢 紅色這個曲線是年增率 像以最新公布的二月數據 三月還沒公布 二月數據的話是 年增率呢 是有高達有16個percent 其實它還是有雙微數下的成長 所以代表其實 從去年開始 在半導體這個區塊 不管是自駕車啦 人工智慧啦等等 甚至包括像挖礦等等 其實對半導體的需求都非常的大 那剛剛主持人 大概可以講到 這個有關於歷經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歷經它的一個過去的歷史 現在是全球半導體的超級大週期 那歷經剛好從下市之後 現在重新振作 說真的 連續五年賺錢不容易 確實 因為其實 過去半導體 特別是機體這個產業 可以說是 好像面板一樣就是風水輪流轉 好的時候大轉 不好的時候也可能大賠 所以呢 上一個階段的景氣循環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本來呢 還有歷經 還有什麼 茂德 茂德現在不見了 就上一波景氣循環的時候 可能 公司那時候財報有些狀況 資金鏈賬有些狀況 所以呢 剛好就被這個下市 但是下市不代表說呢 它公司就close就終止營業 有的時候是下市重整之後呢 有重新回來掛牌 台灣有這個例子嘛 對 東龍五金 對 沒錯 那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目前呢 其實這個 歷經的一個狀況 你看它過去呢 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 2011年減資過一次 2012年又再減資 後來2012年的時候呢 就是摘牌 這個停止交易 那可是呢 這幾年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剛剛這個大概提到的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歷經還有世界先進 它這幾年財報的一個表現 你可以發現 不管是從營收啦 還是從這個所謂獲利數字 其實呢 歷經這幾年的表現 平均起來都是比這個世界先進 還要來得好 但是呢 現在世界先進的這個股價的一個部分 來說的話 大概五六十塊錢 可是呢 在歷經呢 目前未上市的盤價大概是22塊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在資本市場 特別是有掛到上市上櫃的話 其實對於股價的評價 差異性會非常大 你看 因為未上市這個流動性的問題嘛 因為其實有時候 如果說你在未上市 大家會擔心說 萬一你會不會突然就申請中止 然後這個股票呢 你在未上市已經流動性不好 萬一呢 在中止的話 其實可以說是流動性更差 那當然過去呢 黃沖仁這個人 在半導體業 可以說是評價是 可以說是差異性非常大 講他好的人說他 很敢衝 因為他本身不是科技業出身的 他不是科技業本科出身的 他 我記得他是做這個醫生出身的 後來轉行來做這個電子產業 所以他算是很敢衝 嘎衝 很有這個草莽的這個創業精神 但是呢 批評他的人也說呢 你好好的一家公司 你怎麼搞到下市了 搞到下市了 那當年也造成很多小的投資人 這個套牢 但是呢 我覺得他厲害的是什麼 他浴火重生了 就像當年呢 國洋的侯西峰 他也是在2000年 應該說上一波的這個 金融海 台灣金融海嘯的時候 公司呢差一點 國洋也搞到破產下市 不過後來國洋還在 然後慢慢的 他還把欠了幾十億 甚至上百億慢慢還掉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剛提到 歷經的小股東 大概有26萬左右 不過呢 你看一下 這個持股10張以下的 有24萬人 零股以下的呢 這個零股的呢 大概有15萬 所以基本上都是這種 小小小小股東 所以現在這個 他們組了一個字就會 希望這個 黃聰人可以聽到 確實沒錯 當然因為當初 歷經可以說是在 這個低潤熱的時候 人手一張 人手一張 茂德也是面板 有達群磡這些都 因為其實一般的投資人 他都喜歡買什麼 買比較中低價位的股票 那時候 記憶體產的時候 幾乎每一檔 都是激斷睡覺股 那大家就想想看說 我拼拼拼看嘛 萬一呢 給我拼這個 兩塊 漲到十塊 哇 五倍 那當然最明顯的例子 你如果有挺過的話 像南科 南科那時候呢 其實也跌到 片面 跌到片面值以下 現在來到三位數了 對沒錯 所以有時候看了 就是公司後面 有一個比較有錢的大股東 我們知道南科就是這個台塑集團嘛 如果你有撐過 馬上鹹魚翻身 那現在呢 歷經已經迎來 業績面的鹹魚翻身 能不能夠讓股價呢 或讓他的這個股票 重新回到資本市場上 獲得更多的資金的關注呢 我覺得會是這一次 不管是股東會 因為這次是我們要去捐 讓我去看 我們要去看 這邊請問